北民有生 我有一座恐怖 第896集 一星人来到四星场景门口 游杠向白布会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自己代理的朋友 这次跟随我一起来 打假的朋友都很厉害 摄像师外号猛男 以前是荒原求生探索的 专属摄像师 熊瞎子 东北火 他都不害怕 更别说玩一个小小的鬼屋了 拿手机袋是我助理 他胆子虽然不大 但跟我关系很挺 不管去哪我们都一起 光头叫做刘光明 是我们公司保安队里 胆子最大 还有就是这家伙 运气特别好 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 路人都受伤了 偏偏就他没事 那三个学生是灵异爱好者 你别看人家年轻 他们做过好几期 试胆大赛视频 在国外的网站上 都特别受欢迎 而且对校园传说 和灵异故事都非常了解 基本上没什么 能吓住他们 刘刚眉飞色舞地介绍着 兴致很高 但是白不悔 却越听 眉头皱得越深 到最后 他甚至地不等刘刚 说出那三个学生的名字 直接打断了刘刚的话 全网直播挑战 你就带他们几个过来 刘刚很是得意 他面带微笑 在镜头前始终保持着一副 成竹在胸的样子 还不够呢 全都是专业人士 白不悔的嘴角 轻轻抽抽 专业 就他们 他很想把之前 虚拟未来乐园 探索成哥鬼屋的事情 说出来 其中有几位员工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他考虑了一会儿 现在毕竟是全网直播 还是算了 白不悔怕刘刚丢了面子 所以没有直接说 而是很委婉地提了一句 任务什么的 就不要去做了 他这鬼屋 其实挺没意思的 大家随便逛一逛 熬过这无聊的 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白不悔是 虚拟未来乐园的代表 他们之所以 会选择答应 挑战成哥的鬼屋 是因为成哥之前 把话说得太满了 只要他们之中 有一个人 能够正常开口说话 哪怕是违心地说一句 这个鬼屋不吓人 也算是他们获胜 嘴长在自己身上 要怎么说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十几个人同时挑战 虚拟未来乐园认为 他们几乎不可能存在 输的可能 小矮个儿 有点看不起白不悔 感觉白不悔 说话阴阳怪气的 老铁 你看什么玩笑啊 我们是来打假的 不把他这任务 圆满完成 网友们肯定不乐意啊 白不悔有些不满 刚想开口 便被一个女人给打断 小鬼说得对 不完成任务 怎么能算是打假 女人身穿短裙 身材很好 穿着十分清凉 还总是一副 有意无意 走到摄像机前 一不小心 让流杠的直播间 观众看到的 小鬼性格极躁 鬼魅性格张扬 个子最大的大鬼 则有些不爱说话 一直沉默 白不悔本来有 自喜的计划 但奈何根本 没有人听他的 所以他不得不 求助于刘刚 刘刚 我们一定要问 这六十分钟时间 拖也要拖过去 好 听你的 刘刚其实根本没有 在意白不悔说了什么 他现在的注意力 都在自己直播间 观看的人数上 时时在线的观众 接近百万 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粉丝数到了他这个级别 想要大幅增加很难了 但这一次打奖 让他看到了希望 满屏的杠哥真男人 把流杠捧在了半空 他现在真觉得自己 天不怕地不怕 不管什么东西 都不能吓到他 这时 队伍后面的三个学生 走了过来 为首那人身高一米八多 戴着黑框眼镜 穿得很休闲 我们进来挑战 不做任务肯定是不行的 但也不能太过急躁 小心被鬼屋老板 牵着鼻子走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兰东 是神秘血爱好者 从小就喜欢各种鬼怪 此时 白不悔心情很差 他直接打断了兰东 没人问你喜欢什么 你也不用告诉我 他看着身边的队友 甚至有一种很窝火的感觉 不该相信流杠的 我应该自己带些人进来 不 应该全部换成我们乐园的人才行 学生兰东也不生气 平静地换了一种语调 好吧 那就不耽误时间 简单地来说一下 咱们要在一个小时内 寻找到十三幅油画 这个场景一眼望不到头 肯定非常大 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完成任务 最好分头行动 白不悔意识间 有了爆粗口的冲动 不行 人越多越安全 大家绝对不能分开 全都待在一起 兰东的心里也有些不爽 我只是提议 你用不着那么激动 流杠他们 还没开始探索就要吵起来 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靠谱 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五位游客 商量了好久才走过来 寒将医学院的学长 小声说道 我们听说 这鬼屋非常吓人 咱们能不能一起探索 你们捎带上我们五个 流杠在摄像机前一副 正人君子的模样 张口就硬了 当然没问题 不过说实在的 这鬼屋也就那样 你们是心里作用 可还没等他说完字写的大道理 白不悔就再次开口 不能带上他们 你刚不是说人越多越好吗 白不悔是虚拟未来乐园 恐怖场景的设计者之一 有同事提供了资料 他深知成个鬼屋的套路 他稍稍平复了一下怒气 说道 这五个人里 可能有鬼屋的员工在 带上他们很不安全 听到白不悔的话 五位游客中的一个中年男人 牵起旁边女人的手 就要离开 你们不想带 就不带呗 编得还挺吓人呢 月 咱们走 我还不惜让跟他们一起呢 中年人带着他的女朋友 坐在前面 两个医学生有些不情愿 但也没有死赖在刘杠的身边 紧跟着中年人离开 五个人的小团队 现在只剩下一个人 那个人大热天 穿着厚厚的外衣 长裤 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独自选择了一个方向离开 刘杠在摄像机面前 很是洒脱 不悔 你放轻松 就算他们是鬼屋员工又如何 话虽如此 但从刘杠的语气 已经表达了一丝对白不悔的不满 他说完白不悔后 还冲着摄像机解释 我这兄弟胆子不大 今天又是全网直播 所以他有点紧张 大家尽量啊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探索 鬼屋吓人无非就是那几种方式 只要坚信一切都是假的 根本没有什么能吓的 看到那些鬼屋演员不仅不会害怕 甚至还会觉得滑稽 刘杠说完这话后 没有再去大理白不悔 他迈开步子向前走 十几人的团队 正是进入了通灵鬼校当中 若有若无的哭声从角落传出 孩子的低语夹在阴风当中 曾经这里是一片天堂 现在只剩下空无一人的长廊 半开的木门和墙壁上 密布了细密的蚊子 锋利的小刀刻出了孩子们脑海里仅剩的美好